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肯定是极度不满意的 因为丢掉的这两分 很有可能将决定着冠军归属 不过 能够拿到一场平局 其实上海上岗也应该感到知足了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比赛中 有一个球是可以判把点球的 在裁判手下刘婷 放过了他们一马 如果那球真的判的话 恐怕上海上岗也无话可说 在比赛进行到第十二分钟时 将苏苏宁在左路打出精妙配合 特谢来与队友撞强二过一之后 大秋突入打进去 他看到中路包抄队友已就位 别抢时间的用外脚背搓了一脚船中 但遗憾却被上海上岗的防守队员给拦了下来 继看 是顶替胡尔克担任队长王生超 随后 苏宁队员围住裁判开始抗议 投诉 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特谢来的传球 是王生超用手臂给拦下来的 从那动作回放来看 王生超的手臂并未贴紧虚干 而且有一个微微向外扩张的动作 如果裁判看法点球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但不管是主裁 还是VAR视频裁判 都当做了没看见 出任本场比赛主裁判的是 来自巴林的名下舒克拉拉 他的吹发制度很宽松 有不少地方都值得相选 随着中超连赛接近尾声 争冠也好 保级也罢 并会出 写很多场焦点战 足协也将聘请许多外籍裁判来主吹 有力也有力 就看双方队员如何适应了 小写神